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颗杂乱无章的一个老庄 上面有很多枯枝烂叶 然后枝条多余的都被我剪掉了 留了这么一个一杆到底的一个枝条 研究了半天也不知道做一个什么样的素材 最终还是决定做一个悬崖式的文人 咱看一下把各种伤口都处理好之后上铝条 上铝条 最后去掉了所有的枝叶和枝干 留下了两个漂 把这两个漂打成了我们想要的一个造型 然后再进行放痒 看一下效果 放痒上几年之后 带伤口都愈合了 然后去除铝丝 效果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精品的一个配件 然后再进行放痒上几年之后 再进行放痒上几年之后 再进行放痒上几年之后 就像我来自行放痒上几年之后 再进行放痒上几年之后